早安 剛剛已經化完妝 要準備出發去愛寶樂園了 那出發之前要先吃早餐 今天早餐吃馬分蛋糕 有兩個口味 我想要吃巧克力的 看起來好好吃 超甜 上面我最喜歡的巧克力豆 很甜 超甜 現在早上應該沒關係 不要胃痛就好 現在要出門了 從家裡到愛寶樂園大概一小時又十分鐘的測程其實蠻快的 所以等等花個手機就到了 好期待 我們到愛寶樂園了 然後超多車 等一下玩遊樂設施應該會排很久 整個停車場應該都快滿了吧 剛剛因為有一點小塞車 所以現在大概十一點半 原本要去租借學生制服路園 結果現在也來不及了 車子有在微微的前進 已經等了半個小時了 感覺快到了吧 超多人 超多車 現在要去搭巴士 因為愛寶樂園的停車場已經滿了 所以只能停在北道原來的地方 有點被假日的人潮嚇到了 大概要坐五分鐘的 有種全韓國的年輕人都來愛寶樂園玩的感覺 現在要刷票入園 咔嚓 咔嚓 好熱鬧喔 我們來愛寶樂園了 超多人 現在要限定快速通關 雲霄飛車就要等六個小時 來遊樂園總是讓人心情變得非常的好 今天的天氣也太好了吧 整個園區規劃的很完整 能夠觀賞合影的景點也很多 我們來這裡慶祝萬聖節 到處都在賣萬聖節的商品 髮窟好可愛喔 每個實習會因為不同的檔期 不同的節慶 所以有不同的主題 愛寶樂園的地標之一 魔法樹 那現在是萬聖節 所以樹也被裝扮成萬聖節了 現在要先來吃午餐 每個餐點都是原本的兩倍價 不過在遊樂園這是很正常的 買了樂狗跟雞肉串 看 還沒開始玩就先吃東西 好餓喔 很美的裝置藝術 現在要玩第一個有熱設施 現在氣溫大約18度 太陽蠻大的 所以也有點樂 玩這個水上的設施 全部的人都沒有穿雨衣 等等一定會全濕 全身濕了 幸好我有戴帽子 愛寶樂園一年四季都會上演不同的美景 那因為現在是秋天 所以到處都可以在樂園裡面看到枫葉 來到音樂花園 一個超級療癒又放鬆的地方 一個超級療癒又放鬆的地方 第一次吃粒粒冰 巧克力跟香蕉口味的 要去坐纜車 現在在坐纜車 好高 這是在韓國的滑雪場常常看到的纜車 在台灣沒有這種纜車 所以就覺得蠻好玩的 現在來到歐洲冒險的小鎮 超多可愛的歐式建築 要去我最期待的動物王國了 是紅鶴 還有天鵝 企鵝 這老虎應該想說 為什麼外面這麼多人在看著他吧 超級可愛的晚熊 現在要推坐 動物列車 拍了兩個小時 超久 哇 是全透明的玻璃車窗耶 這是來愛寶樂園最期待的一項設施 野生動物列車 野生動物列車 這是來愛寶樂園最期待的一項設施 要進去了 老虎離我超近 就在我旁邊耶 只是隔了一層車窗 好多獅子 最後是棕熊 超大一隻 結束了 感覺是因為假日人太多了 所以他們就縮減了時間 現在要去熊貓館 今天一整天也看到各式各樣的裝扮 大家都來這裡過完善節了 在韓國只有在愛寶樂園才能看到熊貓 哇 我要被熊貓融化了 好可愛 好可愛 看他們吃東西也太療癒了吧 因為人很多 所以有限制 只能看二十分鐘就結束了 本來要玩這個 早上好不容易訂到的 全球最陡目自雲消飛車 後來因為太害怕就沒有玩了 要天黑了 愛寶樂園晚上的燈光會很美 好浪漫的感覺喔 其實已經到了連一般吃雞 有垃圾師都不敢玩的年紀了 原本下午還很熱的 現在居然冷到需要開暖氣 我們要去吃晚餐了 披薩和義大利麵 現在是否吃早餐 想吃早餐 吃早餐 都會吃早餐 而且吃早餐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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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項活動就是這個夜間遊行 結果今天一整天好像只玩到一項遊樂設施 果然是全韓國最大的遊樂園 到處走走拍照就可以逛一天了 大家都要回家了 我們要回家了 今天很開心 嗨 感覺來愛保樂園一整天 所有煩惱都煙消雲散 而且又剛好是萬聖節 所以感受到滿滿的萬聖節氣氛 Good night